咱们今天前来一家在天津年头最久 然后价格十分实惠的新疆餐厅 叫做伯格达餐厅 看一下他家的菜单 就很多天津人啊 从上学时代就一直吃到工作时代啊 价格特别实惠 这是我点的 我点了一份中盘的大盘鸡25块钱 手抓肉他家特色40元 然后能炒肉也是特色18元 然后又点了一壶奶茶 我点的是咸奶茶5元一壶啊 今天先点这些 这些点的奶茶已经到了 囊炒肉 囊 味道可以 我觉得这一份18块钱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啊 然后他的羊肉 口感刚刚好 也比较嫩 然后也不是就是很焦的那种 包括他的馕 他的馕也是脆脆的 然后满满自然的香气 这道菜还是很好吃的 也可以作为主食来吃啊 这个是我点的咸奶茶 丝滑的感觉 而且这一壶只要5块钱 性价比绝对高 然后咱们的手抓肉也到了 手抓肉是40元 看看他的羊肉 羊肉羊排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他的秘方蘸料 这个是精华素菜啊 大家看一下他的秘方蘸料 然后尝一口 嗯好吃 它这个蘸料可以解腻 而且好像里边有花椒麻椒 花椒麻椒蒜辣椒 不是很辣 但是十分的解腻 还是可以的啊 40块钱也不是很贵 你点的大盘鸡上了 咱们点的是中份呢 这中份看起来像大份一样 然后里边鸡肉也很多 然后土豆 咱们尝尝味道吧 先尝尝土豆吧 看土豆有没有入味 嗯还可以啊 我们来之前啊 也有看那个大众点评 也有就是对他们家 现在的评价不是很高的 然后所以 我们决定还是来看一看 因为这家店确实年头 已经很久很久了 之前水准确实挺高的 但不知道那么多年以后 有没有变化啊 然后再尝一尝它的鸡肉 嗯鸡肉也有入味 也有一些入味 然后也不是很柴 总体来说 还是合格的啊 作为大盘鸡来讲 口感还是合格的 嗯 关键它的价格真的是很实贵了 这一份中份25元 大份才有39元 而且这个中份的量足足啊 三四个人吃都没有问题 我又点了一份拉条子 正好因为有两个人嘛 吃不了那么多 正好和这个大盘鸡 一块打包带走 这样的话晚餐就够了 然后看一下我今天的消费 这是我今天消费的金额91 然后加上拉条子3块 一共是94块钱 还是非常实惠的 这是我打包带走的